台北市长柯文哲南下高雄邦自驾立委候选人站台 晚上在瑞峰夜市台下人群中突然出现一句 这位小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过了一分钟后她又喊了一次 这一次引起骚动但接着找人就找不到了 当下柯文哲笑笑的没有任何回应 但隔天又被问到这个问题 柯文哲说他没有听到 反而讲了个笑话 话说的有够酸 似乎间接在回应来高雄代班说 但这两天为了帮立委辅选 柯文哲也都待在高雄 让脸书粉丝团高雄点的小编 刻意标注台北点的小编说 你们市长在高雄哦 柯文哲在高雄行程被关注 还有人来喊是否代班 政治不难了 找回良心而已 高雄的市政也不难了 找回市长而已 标准柯师回应这两位周末 都不在自己辖区的市长 也在网路上又引起讨论 三星人土永泉古不仙高雄报道